第2041章 于尚荣收剑 淡然一笑 十分简短地说道 恭喜 于正海缓过神来 有些摸不着头脑地 看了看大家的脸色 回身一转 光滑消散 向下掠了过去 来到师父身前 师父 感觉如何 于正海坦诚地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 岭屋大盗失败了 可传言我又活了 他将在天启上河之中 看到的一切说了出来 本来他看到的是 那些陨石形成的流星雨 这些陨石带来的力量 极其强大 将其吞噬灰飞烟灭 也不知为何 转瞬间他又活了 像是梦境一样 可又这么真实 难道 我领悟的是梦境里的 大规则吗 大规则并无梦境里 若是维师猜得没错的话 你所领悟的规则 应该是轮回 轮回 四人面面相去 不太能够理解 轮回二字的本意 他在天启上河之中 经历了一次生死 视为轮回 这应该也和他 无启足的特性有关 有生必有死 任何事情 由胜至衰 由衰至死 都是自然规律 跳出轮回之外 或许就可以凌驾于大规则之上 永生不灭了 于正海文言大喜道 多谢师父解惑 然后朝着于尚荣使了一个眼色 这个规则 不比你那毁灭的规则 高大上得多吗 于尚荣笑而不语 陆周继续道 现在看来 你们十人 每个人对应的 便是一种规则 十大规则加起来 也许就是构建天地的关键所在 四个人点了下头 陆周看了眼时间 觉得差不多了 既然你们已经成功领悟大盗 那便尽快返回 帮助老七和老八完成大盗 是 切记 不要跟圣殿的人接触 也许明星一直在暗中监视 师父放心 天大地大 难道他还能找得到我们 大不了躲在圣域里 他的眼皮子底下 连天平也找不到我们 但一个圣域 就比一百个大盐还要大 他怎么着 大师兄说的有道理 不过凡事还是要小心 明星如此放任我们 应该是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嗯 回去找老七商量商量 陆周这时候开口 这是南离神火 没有夜火的可以激活夜火 有夜火的可以提炼真火 老四已经用过 你们拿去使用 四名徒弟躬身道 多谢师父 还有这两份功法 给老七和老八 陆周取出一份手稿 递给了于正海 他在深渊中修行的时候 得到了魔神的记忆 后续随着蓝法身的不断提高 得到四大内核 那些原本模糊的记忆 也越发的清晰 隐约猜到无神教会 所寻找的十部经典 应该就是自己 给徒弟们准备的功法 老大的大玄天章和水龙吟 老二是归原剑爵和定风波 老三是天一爵和破阵子 老四是青木心法和祷炼子 老五是明玉宫和长相思 老六是碧海朝生爵和蝶炼花 老七是大碑父和官和令 老八是九节雷刚和八拍蛮 老九是太清玉剑和踏春游 老十是朝圣曲和龟字瑶 十人圆满 徒儿遵旨 于正海领了命令 去吧 为师不在 你要肩负摩天阁大师兄的职责 请师父放心 四人拜别了师父 离开了燕逢天启上河 只有陆周没有离开 而是走到那两名断臂的老君中间 左右看了一眼 两名老君瑟瑟发抖 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 并不是愚蠢 而是无知而不自知啊 他双脚一踏 陆周略向天际 庞大的力量重重地踏在了地面上 方圆百米千米万米 皆为之一颤 阎逢天启上河所处的大地 裂开了一道缝隙 两位老君一左一右 呆呆地看着中间裂开的缝隙 久久说不出话来 陆周没有去上张那里 太虚实定 如今只有上张是大地之资 有这么一个超级大保镖 保护着小圆儿和海螺 陆周是非常放心的 再者 这俩丫头早已今非昔比 想要伤害到他们 还真是难如登天 老七呢 得火神之传承 说他是至尊也不为过 剩下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也没必要担心 他现在需要做的 是找到老三和老四 找到赤地 赤地自电手之争后 消失不见了 没有在太虚出现 赤地既然来了太虚 就不会轻易离开 那么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那就是鸡明天启 鸡明天启很乱 天启之柱出现 坍塌裂缝之后 至今都不太平 大量的凶兽逃离了鸡明 使得这里毫无生机 原本就黑暗无光的世界 又增添了许多的漆冷 让这里像极了地狱世界 顶多再支撑三天 这里就彻底坍塌了 第四根柱子就要没了 老四明是阴 看着鸡明天启说 端木生皱眉道 会影响大道理屋吗 短期倒是不会 时间长了就不知道了 这时四道身影出现在两人身前 赤地有请两位前去湖畔 明是阴无语道 他自己做的孽 凭什么让我们来呗 地女丧民摆着恨死他了 我们又劝不了 两位和公主还能说得上话 赤地陛下完全没机会 说两位不肯帮忙 那得一直留在鸡明天启 明是阴端木生一脸蒙逼 明是阴起身 胆了胆身上的灰尘 抬头看向那冲向天际的 圆锥冰块 哼 我算是服了 我再试试吧 两人朝着湖畔掠去 赤地背负双手 看着静静的湖面 看着湖中间的圆锥冰块 一言不发 自离开云中域之后 他们便来了鸡明天启 这一号半月有余 帝女丧愣是一句话都没说过 第2042章 明是阴和端木生出现在身后 拜见赤地 两人见礼 赤地没有回头 只是感慨道 本地这一生 做过很多错事 这件事 一直是本地心头的一根刺 明是阴笑道 赤地陛下 您是想要让他回心转一夜 赤地沉默 这答案显而易见啊 明是阴道 那您得放下这架子 架子 你们俩关系本来就不好 还要摆出一副讲道里的架子 他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啊 明是阴言辞诚恳地道 这天底下做父母的总是以为自己很忙 为了天下为了大举 而忽略子女的感受 您的确做了卓越的成交 有辉煌的荣耀 可是这些与他有关吗 于烟水浴而言 您是一位英明的帝皇 于小家而言 您并非是一位合格的父亲 明是阴说 赤地轻横一声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本地处在这个位置 就不得不世事权衡 又来了 明是阴两手一摊 您要是再继续这样下去啊 恕我直言 他就是被天砸下来 也不会跟你走的 你不用跟本帝说交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赤地也有些心烦 只得无奈道 念本帝苦心培养你们百年的份上 出出主意 那得按照我说的做 什么意思 一会儿到了狐心 不论说什么 你都得听我的 本帝要听你的 哪有这样的道理 明是阴就这么直直地看着赤地 摆出一副 听不听随你的表情 赤地只得道 也罢 顾切信你 赤地与明是阴商议好了以后 便一同朝着狐心飞了过去 刚靠近一定范围 赤地便微微叹息 本帝一生 向阳而立 死活荣耀 偏偏生了一个喜好冰寒的女儿 也不知道 是不是报应 您都替自己回答了 明是阴附和了一句 赤地一脸懵逼 有求于人 只得闭口不言了 来到了冰锥旁边 明是阴在冰面上敲了敲 唤道 地女丧 没人回应 里面像是没有任何东西似的 温度 气息 心跳 一样没有 明是阴回头看了一眼赤地 在里面 赤地点了下头 明是阴又问道 世人都说地女丧 乃是十大神师之一 这是真的吗 实在是难以想象 这样漂亮不识人间烟火的女孩子 有性格 有人的味道 怎么就是神师了 我和师父初见地女丧的时候 感觉一样 一点也看不出神师的元素 那都是七万世人的谎言罢了 只有这样 才能让人畏惧 他留在这里 必在天上安全 你大可留他在身边 为什么要让他一个人在这里呢 明是阴一想到地女丧 不过是个女孩子 需要父母的关爱 却在他最需要家人的时候 将其留在了未知之地 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 孤独生活了数万年之久 换做任何人啊 这都会疯掉的 你没有到本帝这个位置 若真像你想的那么容易 本帝又怎么可能 做出如此混账之事 能保全他的性命 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起上章而言 本帝的法子 难道不更好吗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可真会找目标对比啊 明是阴无语 他继续敲打冰层 依旧没人回应 过了一会儿 明是阴低声传音道 你在这里别动 明是阴嗖的一声 飞上天际 来到了冰锥的最上方 大声喊道 天塌了 快跑了 天塌了 说着 明是阴朝着冰层 拍出了数百道掌印 砰砰砰作响 像极了乱石砸来的场景 看得赤地一脸无语 这种事儿吧 他还就真就做不出来 他太跌分了 哪塌了哪塌了 帝女丧千里的身影 慌慌张张出现在明是阴的旁边 左顾右盼 明是阴笑道 丫头 你好 帝女丧微微醋眉 打量着明是阴 你骗我 我没骗你 天使真的会他 只不过不是现在 废话 我也知道好不好 所以你将湖水凝结成冰锥 想要捅破天 这怎么可能啊 丫头 大渊县天启都撑不住 你这冰锥被碾成粉末行不行 这话一出 帝女丧支支呜呜道 这 谁说的 我觉得行就行 别骗自己了 这东西要是能挡住 太虚之中那么多的至尊 还会轮得到你在这里来表演 帝女丧低下了头 明是阴没有想到 她的情绪转变这么快 于心不忍道 也不是故意吓你 就是想告诉你 这里不能继续待了 你谁啊 你管得了我 好心当成驴杆匪 我师父好歹跟你有过几遍之缘 你师父 就是当初在鸡鸣天启 与冠兄一族大祭祀激战的强者 他呀 帝女丧自然还记得陆舟 这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人 更何况 他对陆舟的印象很深刻 帝女丧露出了笑容 他怎么没来 是不是忽然觉得 外面的世界好讨厌 打算来这里定居 做个邻居 明是阴无语摇头 这整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家师其实也挺惦记你的 只是他老人家实在是太忙了 这段时间天启之柱接连崩塌 加上鸡鸣就是第四根柱子了 所以我来提醒提醒你啊 我不走 我待在这里就挺好的 帝女丧先是有些担忧地说着 然后忽然眼睛睁开 露出了小酒窝笑道 要不你留下来给我当邻居吧 好不好 这性情变化也太风回路转了吧 长期孤独症所致的吧 我还有事要去办 天塌了未知之地得死多少人 多少凶少 我肩负着拯救未知之地 所有圣灵的重大任务 帝女丧哥哥笑了起来 指着明是阴 你真有趣 要不就你留下吧 真的 我很好相处呢 呃 这丫头油言不尽 听不进句话呀 也许是巧合 鸡鸣天起的方向 这时发出了轰隆一声巨响 像是闪电似的裂开的声音 响彻雨内 上达天庭 下至大地 蔓延八方 第两千零四十三章 打遍 眉头紧锁 怒声道 滚开 声音爆裂 圆形湖中的湖水 砰的一声剑射漫天 形成冰刺 向二人袭击 明是阴和赤地的护体钢器 轻易挡住了冰刺 明是阴说 你别那么着急啊 他就谁来看看你 他一句话都不会说 要你管 帝女桑变得有些不可理喻 反正你回不去了 我偏要回去 帝女桑轻唤了一声 他的坐骑白鹤 从远处掠来 朝着明是阴进攻的过去 明是阴又怎么能下狠手呢 只能不断闪躲 好在他修为精湛 对付这白鹤 还算是游刃有余 你听我说 我是来帮你的 赤地这魂囚干了这种事情 我可以替你惩罚他 帝女桑向后闪烁 落在了冰锥之上 赤地则是又惊又怒地 看着明是阴 这别犊子在说什么呢 明是阴继续道 我知道你很讨厌赤地 那干脆杀了他就是了 帝女桑没理他 觉得这种事太过可笑了 转身朝着冰锥的 另外一侧走去 白鹤飞了过去 明是阴继续大声道 看好了 我现在又杀了赤地 手中光印飞出 赤地不闪不闭 竟在这时主动撤销了护体钢器 钢印命中其胸 气血翻涌无比 其经八脉之中的元气逆流 鲜血卡在喉咙里想要冲出来 这别犊子下这么狠的手 明是阴也是一脸尴尬呀 你老演戏归演戏 把钢器撤销了怪谁啊 赤地向后飞了百米之远 停了下来 帝女桑依旧没有回头 明是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掌说 赤地啊 你也看到了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赤地压低嗓音 重重叹息 因果报应 谁也怨不得 就在这时 鸡鸣天启的方向 传来了威严的声音 赤地 乖乖临死 喜倾罪孽 这声音浑厚无比 力量充足 引得帝女桑转过身来 寻生望去 看到了鸡鸣天启的方向 闪电般掠来了一道虚影 明是阴抬头 远处端木声和四大金刚 皆是一惊 赤地仰望天际 那虚影悬浮在天空 掌心朝下 一道遮天蔽日的金色掌印 缓缓降落 但这一掌印 明是阴就认出来了 师父 金色掌印上附着了浑厚的天道之力 几乎将下方的空间锁定 想要靠瞬移 静止之类的规则之力转移 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是明是阴动手 赤地可能不会防御 但这突如其来的掌印 令其本能地拖起了双掌 轰抵一下 两股力量相撞 至尊级乃至大地级别的碰撞 产生的冲击波 立刻将明是阴击飞 地女丧虚影一闪 躲在了冰锥之后 奈何冲击波打在了冰锥上 将冰锥震的歌之作响 裂开细微的缝隙 地女丧心生惊讶 迟一招 就有如此的力量 对方到底是谁 四大金刚感觉可能是敌人 立刻掠了过去 待视线恢复清楚 赤地看清了对方的模样 眉头一皱说 是你 拜见师父 拜见师父 明是阴和端木生同时见礼 陆周说 你们不好好的在太虚领悟大道 跑到这里来做事 师父 赤地陛下有事 我们也不好忘恩负义啊 明是阴笑着道 陆周看向赤地 赤地说 本帝来接骚回去 耽误了些时日 不过话说回来 明是阴和端木生 乃是本帝苦心培养 你虽然是他们的师父 但恐怕不替他们做主 陆周不以为然道 你错了 这天底下 唯有老夫能替他们做主 天斗崩塌 本帝需要带他们回太虚 稳固天起 你若执意带走他们 后果不堪设想 天塌了 与老夫何干 其次 天起崩塌已是必然 本帝不这么认为 上苍铸造十大天起 必有缘由 凌薇阳已经离开云中雨 白帝也回失落之岛了 就差你还在执迷不悟啊 哼 凌薇阳跑了 赤地轻横一声 语带错恶 这时 帝女丧从冰锥后飞了出来 露出笑容 原来是你啊 陆周看向帝女丧 稍稍打量了一下 百年来容颜未变 青春常驻 看个头 看长相 与小冤儿相差无几 岁月无痕 帝女丧 还是那个帝女丧 你如此痛恨赤地 老夫替你杀了她如何 帝女丧惊了一下 发出了一个啊字 赤地的表情变得更为难看 大帝的尊严 在这师徒二人面前 猜得一文不值 那不孝的女儿 也不可能向着自己 见帝女丧 还是一副冰冷的模样 甚至对自己 还有少许的厌恶之色 这让赤地的心情 非常的不舒服 她看着陆周说 本地的事 还轮不到你插手 你束缚老夫的两个徒儿 耽误他们领悟大道 老夫不该问 赤地一时已色 转念一想 不对呀 她反驳道 当年争夺太虚种子 拥有者的何其多 本地将他们纳入麾下 庇护他们的安危 又耗费心力 培养他们成才 甚至将眼水域 多少年珍藏的命格之心 交给他们使用 你应该明白 培养两名大道圣 所需要的命格 有多艰难 就凭这个 难道本地会放他们走 他回过头 他回过头又质问道 明世音 端木生 本地平日待你们如何 这 明世音和端木生说不出话来 明世音心里却在犯嘀咕 今儿来这里难道不是说服 帝女三离开位置之地的吗 你将他们绑走 还有脸说是庇护 你培养他们 难道他们要的 你是他们的师长 说话怎如此蛮不讲理 老夫刚才所述 难道不是聚聚在 第2044章 赤弟闻言 心声不悦 本想继续反驳 明世音连忙插话道 赤弟 何必都怒啊 罢了 本地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赤弟 在云中遇之时 老夫便给过你面子 老夫要将他们二人带走 你可有意见 赤弟眉头一皱 这人怎会如此不可理喻 帝女丧就在旁边看着 赤弟又怎么可能自毁形象呢 于是说 你能胜花阵红 未必能胜本地 逞强要有足够的实力 大帝毕竟是大帝 而不是一般的至尊所能比 太虚中诞生过这么多的至尊 有哪一个能像四大帝这般 有这么高的地位和威望呢 刚好 老夫便有 赤弟虚影一闪 来到了高空 平视不远处的陆周 试图感知陆周的修为 可惜 意志力量还没靠近 天恒长袍上的远古龙魂 便散发出威严的力量 赤弟目不转睛地看着陆周 说道 这世间能胜本地者 只有两人 一是明星 二是魔神 你确定要与本地作对 你还算有自知之明 赤弟自电手之争后 离开云中语 并不知道后续一系列的事情 也不知道如今的太虚谣言四起 只是天气崩塌 一心关心女儿的安危 便来到了这里 赤弟听了这话 心中微怒 沉声道 你想带走他们可以 战胜本地 其实这话属于废话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即便是赤弟不说 陆周今日也要将其击败 如你所愿 这话说完 陆周身上的意志力量 涌动了起来 远古龙魂从天恒长袍中 飞了出来 在天空中盘旋数圈 赤弟抬头 惊讶道 远古生物 好手段 赤弟祭出护体钢器 一尊道袍法身 战力当空 光轮击射而出 将意志力量挡在外面 这起手便是光轮 陆周纵身飞起 飞到赤弟的法身之上 他没有立刻激活 魔神画卷的力量 想要看看自己当前的实力 能否与大地一战 说话间 蓝法身傲力当空 当空挥剑 看到那蓝色法身 手握未明剑 挥动漫天剑刚的样子 赤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蓝 明时音回到端木生身边 指了指法身 我说对了吧 端木生早已愣在了原地 包括一旁观战的帝女丧 也是一脸惊讶 赤弟手中出现剑刚 迎了上去 将漫天剑刚击飞 朝着蓝法身进攻而去 当他手中剑刚 一剑刺过去的时候 蓝法身横剑阻挡 砰地一下挡住了他的剑刚 如此灵活 赤弟惊讶道 他看到蓝法身身上 有一道若隐若现的电弧和插状闪电 魔神的路子 大无未印 路舟从上而下 拍出了巨大的掌印 那巨大的蓝色掌印 几乎压住了空间 赤弟沉声道 光轮 那一道光轮如同月光似的 遍及天幕 与掌印碰撞的力量 击射方圆千里之遥 那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天气之柱 轰隆隆坍塌了起来 明是阴和端木生 帝女丧看了过去 露出了担忧之色 他们本能地抬头看向天际 也许是天气之柱崩塌的缘故 迷雾渐渐散去 能看到寥寥几头凶兽 在黑暗的天空中飞翔 天空是黑色的 就像是锅底一样 看不清模样 赤弟哪里固得上这些 掌心再出光轮 这一手共计三道光轮 比星盘还要威猛的光轮 直逼路舟的面门 路舟寄出魏明顿 横在身前 碰撞出来的钢器 横切大地与黑暗的天空 路舟被巨力撞得倒飞 魏明顿和光轮相互碰撞 整个夜空都被冲击力照亮 明示音 端木生 帝女丧看得呆了 赤弟声音洪亮道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你怎么击败本帝 路舟淡淡道 只一成立 你便如此着急 赤弟不敢大意 第四道光轮铺天盖地 宣泄而出 路舟的蓝法身还不是至尊法身 只有一道光轮 面对这般强横的力量 他选择了法身解体 赤弟健壮 惊讶到 解体 光轮的力量铺到了空处 没有造成伤害 蓝法身重新出现 大成若缺 蕴含路舟最大状态天盗之力的一掌 划破长空 眨眼间来到了赤弟面前 赤弟收起四大光轮 凌空下坠 就在他急速下坠的同时 路舟也跟着俯冲了下来 身形倒悬 以掌下压 蓝法身在他的操控下 也倒悬向下 人与法身合二为一 绝胜气质 满状态的天盗之力 将那四个传书大字 描绘得刺眼夺目 幽蓝色的电弧光弧 把五指之衫 衬托得像是地狱里的火焰 赤弟看清楚了 惊讶到 没讲到非至尊 竟有如此威力 夜空下 泛光的法身 何其的特殊 尽管他还不是至尊法身 却已经有了大地之姿 六光轮 赤弟双掌抬起 六道光轮飞了出去 这六道光轮附带的规则之力 也比之前强大了很多 路舟将魏明顿挡在前方的同时 施加了星盘 星盘之大 足以覆盖机名的夜空 轰底下 赤弟和路舟向上飞去 不知飞了多高 力量才渐渐衰减 赤弟目不转睛地盯着上方的路舟道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本帝不想伤你 路舟感觉到蓝法身当前 能和六个光轮相抗衡 也算差不多了 毕竟只有三十三命格 还不是至尊法身 蓝法身似乎也到了某种极限 没等到路舟的回应 赤弟再次道 认输吧 本帝再多一成力 你便会被重创 值得吗 路舟眼中渐渐泛蓝光 说道 老夫现在也只不过用了三成力 你是不是得意得太早了 呼了一下 元气席卷全身 电弧和闪电般的力量迅速将其包裹 双眸变得湛烂 长袍挥动 四大力量内核再一次激活 在路舟肉身的边缘 那电弧噼里啪啦作响 威明顿和星盘的力量 骤然扩充数倍 魔神状态开启 赤弟大吃一惊 感受到路舟力量的变化 当即施展第七道光轮 晚了 轰的一声巨响 澎湃而浑厚的力量 在夜空里释放 宣泄 赤弟顿觉光轮要被摧毁 本能收起光轮 强横的力量 砸在了他的护体刚气之上 赤弟坠向大地 看到这一幕 明时音赞叹道 哎 师父还是一如既往的墙啊 赤弟在距离地面 只有数百米的地方停住 仰天一望 果真是你 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中带有不甘 可这种不甘又充满了无奈 他双拳紧握 双臂青筋爆出 酸麻的感觉直刺灵魂 只一招 就令其丹田气害翻滚不已 如果这时候还不知道对方是谁的话 那他这个大帝就真的白当了 鹿州府市赤弟 淡淡说道 你早知道了 不太确认 直到刚才 你可服气 赤弟高位者的傲慢 在这个时候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是低头叹息了一声说 你要是早告诉我你的身份 本帝又怎么可能不服 你这么做 有什么意思 戏弄本帝 老夫没工夫戏弄你 这二人老夫带走 你可还有意见 还能有啥意见啊 赤弟现在光上线了 已满身无语了 他看了一眼明时音和端木生 还是有些不甘心 鹿州说 太须必将崩塌 你留他二人 也无法回归太须 必将崩塌 你是大帝 应该早就明白 何必自欺欺人 青帝凌威阳已经不在太须 白帝也回到了失落之国 赤弟愣住了 如果不能重返太须的话 那么争夺太须种子拥有者 还有什么意义呢 还怎么构建平衡的天地和天启呢 赤弟稍显落寞 叹息了一声 挥挥手臂道 你们走吧 明时音和端木生大喜 同时朝着赤弟躬身 多谢赤弟陛下 百年来的栽培之恩 鹿州点点头 看向帝女丧 帝女丧 啊 帝女丧又啥的一声 有些惊慌失措 你 你叫我 你这冰锥之塔 并不能挡住太须 太须若是崩塌 会将你砸成肉饼的 这 这么惨吗 帝女丧捂着自己的脸颊 不敢往那方面想 明时音补刀叨 何止是惨啊 那简直就是面目全非 时间一久 还会腐烂发臭 想复活都不行 狗见了都嫌弃 赤弟一脸懵逼 帝女丧浑身一个哆嗦 那我怎么办啊 老夫建议你离开未知之地 帝女丧目不转睛地看着天上 一身蓝光的鹿州 不知道在想什么 赤弟反而心中微动 这次女儿没那么抗拒 就说明有希望了 帝女丧问道 你真的是魔神吗 鹿州呵呵笑道 是人喜欢称老夫为魔神 那老夫便是魔神 帝女丧双眼睁大 露出好奇和惊讶之色 我离开未知之地可以 但我能不能住在泰玄山 我小时候经常听人说起你的故事 我想和你做邻居 好不好 鹿州心想 这丫头的孤独症有点严重啊 鹿州只得叹息道 唉 泰玄山已不复存在 若你不嫌弃 老夫给你安排一处 更为清静之处 如何啊 反对 赤弟举手 自己女儿 眼看就要被人给骗走了 怎么可能忍得住 你反对作甚 本地的女儿 要本地带走 赤弟正儿八经地道 御府 让人没想到的是 帝女丧却大声道 魔神爷爷 我就要跟你走 谁也别想拦我 这一句爷爷 没把鹿州给惊到 属实是把明石阴和赤弟 给叫苏了 鹿州笑了两声 以长者的口吻 看着帝女丧 老夫看起来那么老嘛 帝女丧笑嘻嘻的 你不老 看起来还很年轻呢 鹿州和帝女丧 接触时间不长 他在某些性格上 和小圆耳如出一辙 看起来有些天真 能在未知之地待这么久 长期一个人忍受孤独 这绝非一般人所能比 修行无岁月 帝女丧的心性不简单啊 那你可愿意随老夫 离开这未知之地啊 帝女丧高兴道 我愿意 他们都说你是举世无敌 无恶不作的大魔头 我看才不是呢 反对 赤弟再次朗声道 反对无效 明世音开口 你坐舍 应该是我问你坐舍 明世音不断地朝着赤弟使眼色 帝女丧好容易答应离开未知之地 赤弟这一瞎捣乱 指不定他又反悔了 明世音算是领教了帝女丧的脾气 倔的 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明世音怕赤弟不能领会他的意思 又传音道 走一步算一步 留在这里必死无也 赤弟只得点了下头 不再言语 路舟压根儿没搭理赤弟 而是说 既然如此 那你便跟老夫回摩天阁 那里环境比这里好一些 太须崩塌之前 你就住在那里吧 如何呀 摩天阁 帝女丧对住的地方非常的挑剔 神多吗 可能是孤独的久了 已经不喜欢和他人打交道了 明世音说 摩天阁乃是家世的道场 位于今年 那地方还算大 没什么人 帝女丧露出高兴的表情 连连点头 那我去 摩天爷爷 你带我去 这一口一个爷爷叫的 叫的那是赤弟一脸无语啊 好 路舟落在了帝女丧的面前 看着那冰锥 这就不用再留着了 明世音附和道 对 看起来怪吓人的 哼 帝女丧朝着明世音哼了一声 路舟随手一挥 金连夜火将冰锥笼罩 不到一刻钟的功夫 冰锥融化 落入湖水中 第2046章 桑树重现 帝女桑将她的白鹤换了过来 路舟这才转身 朝着赤弟说 明完不化 你应该感激老夫才对 赤弟说不出话来了 路舟朝着远空飞去 明世音和端木生 再次恭恭敬敬朝着赤弟作依 这才和帝女桑跟了上去 待众人离开以后 赤弟重重叹息了一声 四位金刚从湖边飞来 陛下 明世音和端木生 就这么放走了 赤弟轻哼一声说 哼 你们若是有本事 就把他们带回来 刚才赤弟与路舟的交战 虽然很短暂 但他们都看在眼里了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魔神呢 我们哪里有这个本事啊 只怕是连交战的资格都没有啊 赤弟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天边爽 唉 这样也好 起码丫头安全了 我们走 是 路舟一行人经过符文通道 返回摩天阁 刚回到摩天阁 帝女丧便十分欢喜地 骑着白鹤 在金庭山上方 来回盘旋 观察四周的环境 虽说九连世界 还处于失衡的状态 但是比未知之地 要好得多 帝女丧让白鹤 待在后山歇息 便急冲冲来到 路舟面前说 这里太好了 我就住这里了 我要跟你做邻居 明世音笑道 那咱们都是邻居 帝女丧看了她一眼说 不要你 明世音一阵无语 唉 被嫌弃了 这时 永宁公主来到了殿中 欠身道 阁主 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有劳了 举手之劳 永宁公主 看了一眼帝女丧 只一眼就觉得 这丫头不简单 路舟便介绍道 帝女丧 这位乃是大盐公主 你习惯了独居 但来到这里 切不可随便伤人 帝女丧点点头说 我保证 带她去吧 请跟我来 永宁公主 带着帝女丧去了西阁 将那里单独收拾了出来 路舟取出一张符纸点燃 影像出现在眼前 画面里出现的便是 老七丝无牙 没有戴面具 明世音和端木生 同时一惊 说道 老七 丝无牙露出笑容 朝着二人攻身 两位师兄 好久不见 真的是你 明世音有些难以置信 端木生意识激动的 眼圈一红 五指紧握霸王枪 四无牙说 之前为了防止意外 不得不让江爱剑和李云 争假扮我 还望师兄见谅 文言明世音 忍不住指着四无牙道 我说呢 你这家伙可真是狡猾 当初我见到江爱剑的时候 就觉得差点劲 原来是你们在来回捣鼓 四无牙只是笑了一下 便朝着师父道 师父 我和八师弟 已经领悟大当 陆周满意地点了下头说 可还顺利 非常顺利 八师弟那边 有蓝戏和相助 也很顺利 哦 何种规则 四无牙想了想 回忆道 一种非常奇妙的力量 以天地为大炉 以造化为大业 万物自然 造化为乾坤 造化 造化 老八如何 八师弟领悟的规则 比较容易理解 他在领悟大道时 雷劫力量生生不息 源源不断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应该是一种 无限类的大规则 嗯 十大太虚种子 孕育十大规则 现如今你们得到了 种子的认可 自身的品质 往往也是开启 规则的钥匙 十大规则 明时音也对自己的 大规则而感到期待了 端木生也是 四无牙笑道 两位师妹那边 估计也差不多了 听说上章大帝 一早就亲自监督 还有我们呢 明时音笑道 老四 你得往后拖啊 老三 你先去 为什么 没等师父说话 四无牙赞同道 师父说得没错 四师兄 你往后拖一拖 连四无牙都这么说了 明时音就更加蒙蔽了 四无牙解释道 明心大帝也在等这个机会 若是我们都领悟完成 便是他对我们下手的时候 明时音恍然大悟 哼 感情我还成了关键人物了 剩下的都是时间问题 眼下得尽快提升 蓝法身道至尊境界呀 将帝女丧安排好以后 端木生便去了太虚悬翼 摩天阁成员都在悬翼待着 还有悬翼帝军镇守 悬翼一方当前还算稳固 入夜了以后 陆舟便继续汲取四大力量内核 按照当前的速度来看 四大力量内核已经汲取了两大内核了 还有两个内核的力量 他想起了四大老君说过的话 魔神绝深渊抽取四大内核 莫非这四大力量之核 真的是从深渊之下得来 关于这一块啊 一直都是个谜题 水晶里也没有这块的记忆 知道真相的 估计就只有当初的魔神了 接下来的时间 陆舟没有汲取四大内核 而是参悟天书神通 一日 天刚亮 陆舟便离开了摩天阁 摩天阁只剩下明世音守着 其他人都在太虚 到了中午 未知之地依旧是昏暗无光 陆舟出现在大渊县丛林地带 悬浮在万里森林的空中 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来到大渊县的地界了 每次来的感受都不一样 可能是得到了魔神的记忆所致 他的心境几乎没有任何波动 大渊县的天空还是有大量的凶兽 似乎是看到了这个弱不经风的人类出现 开始迅速靠近 如同看到了人间最美味的食物 平衡邪一撕碎以后啊 未知之地的凶兽对人类 便开始疯狂捕杀 每一根天气支柱的崩塌 对于人类而言都是莫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不是来自太虚 而是来自凶兽 果不其然 天空中的飞禽像是蝗虫一样 越来越多 大约有五六头兽黄级的凶兽 明显区别于其他的飞禽 位于五个不同的方向 第2047章 陆周一直没有移动 而是在静静地观察着这些凶兽的移动轨迹 想要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这里是大渊县的地界 按照羽族的规矩 他们是不能随便靠近的 可是羽黄为什么没有阻止这些呢 就在陆周疑惑不解的时候 凶兽群之中传来了声色的人类语言 人类 你打算怎么死 陆周微微皱眉 看着那群凶兽说 你要杀老夫 人类太可恶 破坏了天气之重 说好的共同维系天地平衡 人类不守承诺在先 漫天的凶兽越来越多 蓝鸟 黑痴 土驴等各种凶兽 数量难以统计 在没有进入未知之地的内核之前 人人都说 内核凶险异常 这里的凶兽数量庞大 等级很高 就连清廉的真人来到了这里 也只能躲在石坑里 可惜 陆周已经今非昔别 天气崩塌是天道自然的法则 并非人类所为 人类故意破坏天气之柱 到现在已经坍塌四根 人类的大能却没有出现 也没有修复天气 这些都是人类的过错 种族之间的矛盾 向来很难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陆周只得叹息一声 在老夫没有动怒之前 滚 这个滚字很轻很淡 也没有使用元气力量 天空中的兽黄震动翅膀 看着眼前这位连塞牙缝都不够的渺小人类 杀 如果道理管用的话 世上谁人还需要军事和武器呢 有些时候啊 许多武器的存在并非一定使用 而是用来校正对方的说话态度和处事方式的 可惜的是啊 他们显然看不到陆周身上的武器 就在那漫天凶兽扑过来的时候 一道光轮以陆周为中心 蔓延宣泄了出去 光轮由大到小 迅速膨胀 凡是被光轮碰撞到的凶兽 瞬间被强横的力量融化 灰飞烟灭 本来是金色的光圈 却在无数的凶兽死亡下 被鲜血染红 神类之传 可恶 大量的凶兽迅速逃窜 朝着四面八方飞去 眨眼间的功夫全都消失不见了 陆周没有追击剩下的残兵 而是朝着大渊线飞去 万里的丛林 对于陆周而言 也消耗不了多久时间 便可以抵达 当他来到大渊县天启附近 看到下方大量的三手人时 停了下来 稍稍扫了几眼 大渊县的守护力量 明显加强了数位 他看到有些个头极其大的三手人 在下方来回巡逻 陆周没有理会这帮三手人 静止朝着上方掠去 当那群三手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晚了 陆周的速度太快 如同一道闪电 眨眼间朝着大渊县之上飞去 三手人只能垂胸顿足 阿压乱叫 不少三手人疯狂投掷手中长矛 但无济于事 陆周出现在大渊县的入口处 特殊的能量波动 引起了大约五名羽族人的注意 纷纷略来挡在了前方 何人如此大胆 擅闯大渊县 告诉你们羽皇 本座要见他 五名羽人感觉到了陆周的特殊 凑巧的是 这五名羽人还真没见过陆周 羽皇不在 阁下可否留下性命 带羽皇归来与你相见 让他现在出来 羽皇正在闭关 只怕不方便见您 本座方便即可 他方便与否不重要 陆周态度十分平静 语气却非常低沉严肃 本座的耐心有限 陆周掌心一抬 打出了一道大无味印掌印 掌印朝着五名羽人飞去 五名羽人大惊失色 纷纷祭出护体钢器和羽毛 包裹全身 那掌印足以覆盖五人 轰的一声 五人倒飞了出去 双臂发麻 闷哼出声 差点吐出鲜血来 他们心中惊讶至极 这来者的修为极高啊 绝非一般人物 当即到 我这就去禀报 话音刚落 大渊县之中传来了声音 请进 五名羽人闻言 恭恭敬敬让开了一条道 陆周覆手而行 从五人之中掠过 踏上大渊县的时候 停了下来 抬头看了看天空的太阳 唯一拥有阳光的地方 陆周评价了一句 旁边羽人忍住心中的惊讶 哎 大渊县已经不比当年了 如今凶兽围攻太凶猛 天旗也要崩塌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陆周看了那羽人一眼 年轻人 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那人不敢言语 在上古时期 尤其是人类原始社会 在修行文明刚萌芽的阶段里 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呀 陆周飞了进去 不多时来到了大殿外 羽黄已经在殿门口等候 看到陆周出现 羽黄露出微笑 恭受到 哦 果然是陆各主 陆周静止走了进去 只是看了一眼羽黄 直接忽略了那些长老 以及其他羽族的重要人物 来到殿中 便坐在了羽黄的黄座上 那些长老本来想说话 可羽黄朝着众长老使了一个眼色 不准他们出声 众长老只得憋住 不敢说话了 羽黄笑道 不知阁下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 上次拿走了镇天杵 已经没有磨身的东西了 这次又来干什么 陆周目不转睛地看着羽黄 开门见山道 你令人在太虚充当卧底 阻止老夫的徒儿领悟大道 这笔账怎么算 羽黄连忙摇通 陆阁主 你可千万不要被那帮人挑不离间 本皇虽然不希望天气崩塌 也不至于派人去做这种勾当 狡辩没有意义 羽黄提高声音道 本皇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下贱之事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捣乱 嫁祸大冤陷 旁边长老附和道 如果我们要做 也不可能这么容易让别人怀疑到我们头上 证据 这 拿不出证据 那便就是你 陆周的语气平静地让人心中发寒 羽黄粗眉 天底下哪有这样 第2048章 众长老义愤填膺 实在是忍无可忍 血口喷人 阁下太过分了 难道你说的话就算是证据 一名长老高声道 老夫的话便是证据 蛮不讲理 陆周站了起来 虚影一闪 来到那长老的面前 二人之间只有一尺的距离 蓝铜绽放 直视这名长老的双眼 莫名的射人心魄的力量 令那名长老后退连连 竟不受控制的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这也太可怕了 羽黄意识眉头一皱 拱手道 我羽族一生镇守大渊县 从未与魔神大人有过任何恩怨 我愿意性命担保 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者 不是我羽族 得到羽黄的亲口认可 其他长老迅速后退 让开了空间 这人果然是魔神 难怪他可以来取自如 难怪太虚传言四起 难怪天气乱世来临 这人人敬畏的魔神 竟驾临大渊县了 众人的心脏砰砰砰直跳 只觉得大殿中的空气凝固了起来 呼吸变得困难 陆周收起蓝铜 看向羽黄 你的命不值钱 羽黄一阵无语 谢锦安 陆周点名 羽黄当即道 让谢锦安觐见 是 门外侍卫迅速离开 找到了谢锦安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谢锦安来到了大殿中 定睛一瞧 看到了一身威严的陆周 当即道 是你 陆周走了过去 来到谢锦安面前 仔仔细细地审视着谢锦安 尽管记忆中没有太多 关于谢锦安的画面和信息 可他从欧阳训生口述的判断 谢锦安是和魔神一样 是最早的一批人类 也是魔神的朋友之一 尽管陆周对谢锦安的了解不多 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三番五次对陆周帮助 对吧 还有为了找到魔神 不具深渊之力 孤身潜入深渊 致使一身修为极尽丧尸 什么样的朋友能做到以命换命啊 谢锦安 这大渊县你也呆够了 可以离开了 羽皇小心翼翼倒 谢锦安乃是大渊县的核心人才 深知大渊县天启的构造 能否让他留下 谢锦安不仅了解大渊县 甚至还知道大渊县之下的深渊有多深 下方的力量有多强 大渊县地界里 只有谢锦安一个人去过深渊 并且平安归来 你配 陆周反问道 羽皇被怼得哑口无言 陆周指了指谢锦安说 你了解谢锦安 羽皇疑惑地摇摇头说 谢锦安本是太虚中人 一身修为莫测 后来不喜欢在太虚里的生活 便留在了大渊县 虽然他的修为只有道圣 但在羽族做的贡献颇多 本皇一向很器重此人 那你可了解老夫 这世间能与您相提并论的修行者 没有一人 作为上古时期太虚山的主人 站在修行界的巅峰 是人类修行的模范和目标 这几句话颇有些马屁的嫌疑 羽皇是比陆周差了不止一辈的修行者 对魔神的了解大多数都是负面的 不像老一辈历经大地裂变的深知过往和历史的演变 陆周说 他与老夫一样 在无尽的岁月中目睹人类的起起伏伏 听了这句话 羽皇愣住了 在他看来 谢锦安只是一位有才华 有想法的人类修行者 这是他留在羽族的唯一依仗 可他实在没有想到 谢锦安确实和魔神同一时期的人物 众长老皆骇然不已 再度审视这位其貌不扬的老者 除了满脸褶皱 以及看起来极其衰老的样子 实在难以想象 他经历了如此长久的岁月 相比之下 魔神看着就年轻多了 谢锦安被戳破了身份 只得叹息一声 看着陆周微微一笑 你还是记起来了 羽皇心生惊讶 一言不发 须知当初他没少使唤谢锦安 一度将其当狗一样命令 可谢锦安却唯命是从 从未违抗羽族的旨意 这令羽皇心中担忧了起来 谢锦安眼中充满回忆 语调理皆是惆怅 想当年我们三人历经无尽岁月 亲眼见证了人类修行文明的旗席 到辉煞 到辉煌又到衰落 真人如何 圣人如何 至尊又如何 都不过是沧海桑田 过往云烟 你不怕死 活够本了 有时候想继续活 有时候想一死了之 否则 我怎么会下深渊呢 若不下深渊 整个羽族加在一起 又乃我何 虽然不知道谢锦安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可从这句豪言壮语之中 羽皇感知到了 他曾经的辉煌和强大 他的气势 又何尝不是站在修行之巅 君临天下的姿态 这和羽皇以前认识的谢锦安 截然不同 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 你还想继续留在大渊县 到哪都可以 谢锦安说着 露出笑容 你怎么一回归 我突然有点失去目标了 空唠唠的 那老夫给你找个目标 入魔天阁如何 谢锦安颇有点不情愿地道 我可不好情 我这人值钱得很 羽皇待我不薄 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也没人敢欺负我 得到谢锦安的认可 羽皇附和点头 说道 谢兄所言极是 陆周心想 这个羽皇啊 还真是挺社会的 这他妈连谢兄都称呼上了 陆周意识露出笑容 你入魔天阁 想要什么老夫都可以给你 真的 老夫言出必行 那我想当魔天阁的阁主 怎么样 谢锦安笑眯眯的道 羽皇一脸懵逼 敢这么跟魔神要价的人 谢锦安应该是古往近来第一人了吧 第2049章 但见陆周表情平静 一点也不生气 你若愿意 让你阁主又如何 算了算了 我就是开个玩笑 当阁主多累呀 我喜欢自由 也喜欢做个平常人 有酒有肉就行 管够 成交 谢锦安也很爽快 刚答应 谢锦安又道 你该不会 让我干什么活吧 摩天阁养你老 送你中 呸呸呸 我虽然活够本了 但现在还不想死 二人的对话 让在场羽族人丝毫不敢插话 直至二人聊到这里 羽皇才开口 既然谢兄想要离开大元县 本皇自然要成人之美 若是谢兄日后愿意回来 羽族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羽皇现在是后悔死了 放着一位如此人物 竟没能好好请教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鹿州点点头说 羽皇 你的事老夫暂且搁置 给你时间找出幕后主使者 多谢 老夫来大元县 还有一件事 请讲 应龙何在 大殿中的羽族众人脸色大变 羽皇道 什么应龙 本皇不知啊 鹿州没理会他的装模作样 你是用了什么法子 让堂堂应龙为你守护大渊县的 羽皇彻底无语了 谢锦安提醒道 羽皇 还是招了吧 在鹿兄面前 谎言是行不通的 羽皇正了正 只得如是道 本皇答应他可以汲取深渊的力量 汲取深渊的力量 当年他身负重伤 加上天地枷锁 令其修为大减 只有汲取了深渊之力 才能恢复 应龙答应本皇 好好守护大渊县 天塌了 对他也没有好处 和老夫所想一致 说完 他便朝着殿外走去 羽皇一愣 问道 鹿阁主要去哪 去见应龙 众长老想要阻止 可当鹿周走过 他们身边的时候 一种难以抗拒的强者气息 令他们后退了一步 大气也不敢出 谢锦安和羽皇 连忙跟了出去 鹿周朝着天际飞去 二人紧随其后 天空中出现了 大量的羽族修行者 没等他们阻拦质问 羽皇便道 都退下 是 开玩笑 阻止魔神 那跟找死没区别呀 三个人顺着大渊县 天启支柱 掠到了高空中 来到了迷雾的范围外 抬头望天 看到了迷雾里的那庞然大雾 来回游荡的虚影 鹿周开口道 鹰龙 轰隆一声 天际像是打雷了似的 有巨大的响声落下 鹰龙在迷雾里稍稍一动 便能引起巨大的动静 大渊县方圆百里 千里的凶兽瑟瑟发抖 老夫来看你了 鹿周霜同绽放蓝光 同时默念天书神通 惊人的目力 使得蓝光在迷雾中来回扫动 扫过那庞然大雾的身躯 鹿周看到了鹰龙的身躯 就像是墨色的石壁一样 斑驳不移 躯体长达不知几何 围绕着天启支柱盘旋 自上而下 看不到他的头颅 轰隆又是一声巨响 传言龙有呼风唤雨之能 迷雾中随即掀起狂风 夹杂着暴雨落向大渊县 滴滴答答的暴雨 在触及鹿周 谢尽安和羽黄的时候 便被他们的护体缸器蒸干 鹿周继续向上飞行 进入了迷雾当中 羽黄皱了下眉头 不知道魔神要作甚 只得跟了上去 再不出来 老夫可要抽你龙筋了 话音一落 鹿周的天狠长袍随风鼓动 远古巨龙龙魂咆哮出声 响彻大渊县 无数的三手巨人纷纷抬头 目光中充满敬畏的看着迷雾 接着 三手巨人们匍匐在地 不断地跪拜 硬龙动了 身子向上飞旋 风云变幻 硬龙庞大的身躯很快缩小 在迷雾中化成了虚影 接着 声音沙哑 颤抖 略带不干和愤怒道 又是你 这一幕似曾相识 鹿周面带淡淡的笑意 看着迷雾里的那道影子 稍稍抬起双臂道 你瞧 老夫这一身衣裳如何啊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 当面皆短便是戳人痛处啊 天际雷云滚滚 似乎是鹰龙在宣泄着愤怒 沉闷的乌声就像是一条猎犬 当即发疯似的扑过去撕咬的感觉 迷雾里响起愤怒的声音 羽黄 你出卖我 下方的羽黄一脸无辜啊 本黄并没有出卖你 你的行踪太明显了 常年在大渊县天启之上来回盘旋 对凶兽的历史极其了解的人 应该能猜出应龙所在的位置 羽黄为了掩人耳目 故意散播谣言出去 说应龙在千忧雀中误导了更多的人 处在迷雾里的应龙 看不清楚模样 也没有从迷雾里出来 陌生 我与你只有仇 没有恩 应龙的声音很低沉 陆周点了下头说 没错 老夫与你的确只有仇 所以老夫来找你报仇 欧你个魔神 你的仇不是已经报了 你重装于我 使我修为大将 又仇我龙金 便知整跑 就算是有仇 也应该是我找你报 应龙怒不可遏 说话声如惊雷 在大渊县的天空中响动 陆周双臂展开 长袍垂落而下 龙金的气息与迷雾中如出一辙 老夫就在你的面前 你随时可以找老夫报仇 那样老夫便可以再找你报仇 这个似乎是很合乎逻辑啊 可是气的应龙啊 在迷雾中是来回翻滚 像是憋了一肚子气 不知道该怎么发泄 只能在天际之中 不断地吞云吐雾 雷电 狂风 暴雨 不断地洗礼大渊县 原本大渊县风和日历 陡然间变得是暗无天日 羽族的修行者们 纷纷略向城头 抬头望天 大渊县天气支柱 歌之作响 大有倾倒之势 引得羽族众修行者担忧 第2050章 别滚 应龙怒吼一声 整个羽族修行者 都听到了这一声怒斥 许多不明真相的修行者 十分好奇 到底是谁招惹了应龙啊 使其大怒啊 陆周面色平静地说 怎么 恼羞成怒了 我没怒 我就是觉得 与无耻的人类大交道 非常烦 老夫与你讲理罢了 你不是想报仇吗 应龙沉默 他只能干瞪眼 哪里敢动手啊 云中玉电手之争的时候 他便感觉出了魔神将士 他宁可不报这仇 也不愿意再被抽一根龙筋了 来者不善 这老东西一定不怀好意 你赶紧走吧 本身累了 应龙朝着顶处盘旋 迷雾中的虚影像是消失了似的 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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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周连换三声 不见应龙出现 只得使出杀手锏 你若想要恢复修为 老夫可以帮你一把 可能是被伤得太深了 应龙根本不愿意出来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 大冤陷坍塌的那一天 你可别来求老夫 这震天储 可惜喽 说着 陆周掌心向上 震天储出现 震天储旋转了起来 带起呼呼风声 大冤县似乎感受到了 震天储的力量 咯之作响 告辞 陆周收起震天储 坐视要走 应龙忍无可忍 风起云涌 重新动了起来 在空中幻化成人形 出现在下方 站住 嗯 陆周回身 看向应龙 大冤县天气坚固无比 又有本神守着 怎么可能会塌 你是应龙 乃是龙的祖先 对天地的感应远超人类 老夫不说 你也心里明白 否则 单凭老夫一两句话 你也不会出来 对吗 应龙一阵无语 天气之中已经塌了四根 这意味着整根太虚的压力 都将落在大渊县之上 一根顶十根 这可能吗 且太虚广袤 九根天气崩塌以后 世界便如同散撞的蘑菇 变得极其不平稳 很容易倾倒 大地的大地的烈变发生不止一次了 最严重的一次便是十万年前 那时还没有天气之助 此后的大地烈变出现 都会引起天气之助的动荡 大地之力和震天处一直在围继着天气之助 你会好心帮我 那当然不会 老夫有一个条件 只要你将天魂珠借老夫一用 老夫可带你去往一个好地方 那里有足够的力量使你恢复 天魂珠 映龙的声音一颤 双目睁开 当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远远比梦章还要强大的光芒照亮了大渊县 光华从大渊县浮射四面八方 直径近乎千里的空间之内 仿佛悬挂了两颗太阳 羽族众生蒙低头 闭眼遮眼 谢金安与皇更是赞叹不已 这不可能 映龙断然拒绝 陆周保持着蓝铜 不受到强光的影响说 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既然如此 那便作罢 陆周顾忌重施 向下落去 落到半途 补了一句 等天塌了 你被砸死的时候 老夫再来 等他 映龙又开口了 合适啊 你说话算话 扑天之下 比老夫说话还管用的人 没几个 映龙沉默了 他没有立刻答应 好像是在做什么思想挣扎 天空中的迷雾 渐渐平静下来了 就像是人的脾气一样 一顿发泄过后 雨后晴天 大渊县的天空恢复晴朗 映龙也没有移动 这个过程持续了足足一刻钟的功夫 映龙化作人影 从天空飘来 映龙化作的是一个人的形象 像是普通人 冒蝶之年的老者 一身黯红色的战甲 威风凛凛 映龙虚影一晃 出现在了路舟对面 他很仔细地打量着路舟 片刻过后 映龙点了下头 又摇了摇头 惊讶又略带自嘲的笑 对老夫而言并非难事 映龙长叹一声 回忆过往 平静道 你以为本神还在恨你 路舟没有说话 映龙继续道 本神早就不恨任何人类咯 十万年前太虚成了天 未知之地成了地 龙族自此而消亡 人类也因此死伤大半 那时本神便明白了一件事 人也好 龙也罢 再弱小的生灵 也有生存的权利 再强大的生灵 也有死去的一天 这一副看穿生死的模样 令路舟有些错愕 你说人类吧 看破红尘 对吧 学发为僧 每天坐在佛前 敲打木鱼 才能说出这番话来 你说这个映龙身为兽类 竟也有如此感悟 不简单啊 远远相伴何事了 也许这便是人类 佛家真言的精髓所在 你修了 你修了佛 应龙稍稍点了下头 陆周一阵无语 你牛逼 应龙双掌一合 淡淡的 放下徒道 这不是你们人类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吗 也许吧 到头来 到头来都是黄土一队 何必争来争取 佛月 我执 是痛苦的根源 坚守执念 便是错上假错 佛家有言 打住